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轮的比赛 由中国U22国家队对阵印尼U22国家队 真心 这有点C罗的动作 直接选择了打门 想勾一个进脚 现在我们俩人在逼 能够把球全抢上来以后控制好 王海老身体长 这是一个机会 从来选择了自己打门 当然这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球再向对方的球员去再推进个十几二十米 威胁就会更大 对 而且其实这次印尼队他们的防线并没有完全的不好 同类的正面 基本上只有对方的二号队长五个楼获一个人 脚下倒得快 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人球结合呀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没错 要注意 这一下对方确实是因为打的质量不高 又大的只要这一张 你一定要过确实批实 一ordo 小球开出来 投足球 顶得有点正 对方的门匠这一下 我感觉他是一个下意识地把球向侧边去拍 因为可能他知道自己拿不住 现在胡敬航上来之后 由于对方把防线 刚才这个投球就是胡敬航顶的 基本上就是上一场对预赛的手法 第一点中的就还是争到了 但是这一下没有能够行成直接攻门 打一较远射 漂亮 这个球打得太精彩了 屯蕾 这个球其实难度还是挺高的 高处落下来之后带一点外脚背的外拳 这就有点像这16年乌鲁边莫德里奇那一脚 有危险 但是原来场上感觉不太适应 还是说这是一个乌龙球 军兵的这个球是炫向球门的方向 您别说这个点其实就是中国队之前 连续的几次针顶到投球的这个点 这两个地球都适合定位球的地方 一个脚球 一个任意球 这也充分地说明其实真正到了 这个1月份的压车赛的赛主 丁伟球是一个很重要的得分手段 军兵的连续技术消耗也不小了 这球忙得不错 打一较远射 力道非常的足 陈浦 这边编 再往一跳 看看再传到左边 有机会 陈军兵 这一脚巴力给的有点 这边 估计憋了半天了 现在直接感激一下 好 这一场主角跟郭军 成了全场比赛绝世的挑衅 这样的话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 中国622国家队是2比0 击败了印尼与二国家队 取得了一场的胜利 那么在接下来呢 中国队将会在13号 进行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 对手是沙特队